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23集 那今天跟大家聊水溫 那其實水溫是學長比較不常 跟大家聊的一個議題 但其實它很重要啦 為什麼我比較少跟大家聊水溫呢 是因為我一般我自己在調整風味的時候 水溫是我放在比較後段的 我一般會先選擇研磨度 或是說我的手法來做調整 以免它的那個變數太多容易混亂 但是還是很多人想知道說 那水溫跟它的萃取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所以學長今天你跟大家聊一聊 原則上像學長 我是用90度當作我的基礎溫度 所以基本上我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都是用90度 但是如果我今天碰到什麼狀況的情況之下 我是會調整溫度或是降低溫度的 一般來說調整調高溫度 你的萃取率就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溫度越高對於物質的萃取來說 它是會增加它的萃取率的 所以原本會比較不容易融出來的東西 它也會因為溫度比較高 所以比較容易融出來 OK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是 那我們風味裡面呢 香跟酸是比較容易被融出來的 但甜跟口感是比較不容易被融出來的 還有苦澀味也是比較不容易被融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把我的溫度提高了以後呢 當然這種甜苦還有口感的部分 它也會比較容易被融出來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你原本的風味呢 香酸都有 但是你的甜跟口感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 適度的調整溫度呢 確實可以讓你的甜跟口感增加 但是我剛才也說了嘛 苦味也因此而容易被融出來 所以當你的溫度提的太高的時候呢 也是有它的風險的 就是苦味可能會跟著你走 所以我們在調整溫度的時候也不要太誇張 大概調個2度 3度就已經會有明顯的影響了 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是 溫度調高的情況之下 酸質會降低 甜度會增加 口感會增加 但是苦味的風險也會增加 反推 那正常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90度的情況之下 你喝起來的東西覺得酸味比較不足 香氣比較不足 但是你的口感很厚實 太厚實了 或者是你有苦澀味 或者是你甜度很夠 但是你酸度不夠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可以利用降溫的方式 譬如說降個2度 從90度到88度 那你的甜度啊 口感還有苦澀味 都會往下降一點點 然後會去彰顯你的香氣跟酸質 當然這些條件都是說 其他的部分不變 研磨度是一樣的 我只調溫度 我手法是一樣 我只調溫度的情況之下 它會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的沖足本身已經很穩定了 我幾乎上 如果我都用90度 用沖上的研磨度 我沖出來的效果 基本上是蠻穩的 都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去調溫度 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科學一點點的 因為如果你的手法本身就很混亂 這是給水忽大忽小 然後這段太大 這段太小 然後你的沖足的架構本身也很混亂 有時候沖140 有時候沖50 就是沒有一個系統的情況之下 你去調整水溫 其實它的效益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不確定你到底是要整體提高萃取率 還是要整體降低萃取率 你可能某一段 因為你沖足不順暢的關係 或是你沒有 你觀念還不夠好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某一段萃取率太高 某一段萃取率太低 這種情況之下 你把你的水溫整體調高 或整體調低 其實並沒有辦法解決 你所有的問題 可能反而讓你本來容易苦澀的部分 就更苦澀 所以這種調整法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可能你調不對 所以建議你的水溫可以調整 但是最好還是有一個比較 比較穩定的沖足的時候 去調整 你會更明顯的感受到 溫度跟風味之間的關係 OK 那我們關於水溫的部分 就說到這邊為止 請大家在調整你的手法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點策略性 就是你不要知道 我當然知道說 調整水溫會對風味有影響 但是是不是能夠針對你目前的問題來解決呢 這是很重點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有更多明確的觀念的話 可以多看一下學長的影片 我還是蠻多影片會跟大家講說 從什麼部分入手 你可能可以針對你目前的問題 做比較好的回答囉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